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二一天的时间 今天呢来说一下给家里老人申请B1 B2旅行签证二次延期的经历 那由于疫情的原因呢 不得不给家人呢申请这个二次延期 那我们的这个第二次延期申请呢 也是在这个第一次延期还没有批复的情况下提交的 那理论上呢 如果你第一次延期没有批准 是不允许提交第二次延期申请的 那然而呢 移民局也说了 特殊情况下呢 是可以的 那什么时候是特殊情况呢 那现在呢就是特殊情况 在这个二次延期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说明了两个点 第一点呢 就是向移民局表达 我需要延长在美国停留的时间 是因为疫情所迫啊 回国的机票呢 依然很贵很难买 或者说买了机票啊 但是最终因为某种原因 机票航班被取消了等等 那不是我有意呢 想过多的在这边滞留 那其实呢就是想表达延期呢 不是我提前策划好的 那如何在网上申请这个B2延期 之前呢我也做过一期视频 那第二次延期呢 我们同样是在网上申请的 那假定呢 第一次延期批准了的情况下呢 提前30天到45天申请 那比如我正常第一次延期申请的是 延期到今年的2月份 那虽然呢一直没有批复 但是呢第二次延期最好也是在 今年的这个1月份 或者是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 就开始申请了 那二次延期呢 要把之前在申请信里面 说明的要点 那还是要再次的强调一遍 比如在这个延期期间呢 你的日常主要活动是干什么 那你住在那 你延期的期间的这个费用 由谁来支付啊 或者说生活来源在哪 那这个部分呢不能偷懒 那还是要讲清楚 那最重要的 在开头呢 要说明你第一次延期的相关信息 也就是把你第一次延期的这个收据号呢 提供给移民官 以方便的移民官明白啊 你申请的这次呢 是第二次延期 那第一次的延期呢 还没有批复 这样呢也方便了他呢 去查找之前那个申请的信息 并且呢加快你第一次延期的这个批复速度 因为如果第一次没有被批复呢 第二次是不允许被批复的 那二次延期提交之后 那我们这边呢是收到了打指纹的通知 这个打指纹的通知上面呢 有两个收据号 也就是分别是第一次延期和第二次延期的这个收据号呢 都在这个通知上面 那打指纹的地方呢 就是在我们这边的这个机场附近 整个过程呢 里面这个人员防护呢 都很严实 到里面呢 需要就是说先拿消毒液 那给手消毒 脱帽 沾眼镜 确认一下是本人就可以了 那不会说英文呢 问题也不大 因为我也没有允许呢 被配同进入 但是呢 里面呢 基本都是用手笔一花 就够了 所以呢 家里的老人呢 不会英文呢 也不需要太担心 虽然呢 预约的是十点钟 但是呢 我们九点就到了 然后呢 也是可以直接进入 越早去的话呢 人越少 我们基本上就是第一个 去搭的指纹 如果你担心人多的话呢 建议呢 提前去 打完指纹之后呢 过几天就收到了 这个第一次延期的批准通知 那整个申请历时呢 大概一共八个月的时间 那第二次呢 现在还在这个判定 那判定期间呢 也算是合法身份 第一次的这个延期批准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如果你第一次的这个延期 没有被批复的话呢 那是不允许申请这个再次延期的 那就需要准备三十天内就离境了 所以第一次的批复呢 就可以放心的在第二次延期申请的等待期间 以一个合法的身份呢 留在美国 我的感觉呢 其实移民官是可以同时批复两次申请的 因为打指纹的时候呢 都是包含了两次申请的这个信息的 之所以没这么做呢 很可能他们是有一定的流程的 再一个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想着 如果你在这个延期申请判定的期间呢 你买掉了机票 回国了 那么你的这个第二次申请 就直接不需要我来去批准或者拒绝了 那我作为移民官呢就省事了 那如果到时候你还没有离境 那并且呢你提交了第三次延期的申请 那移民官觉得可能到时候再说吧 因为规定说了这个二次延期或者多次延期 是需要有一个特殊原因的 那我理解呢 很有可能他们是需要一些特殊审批的 比如拿给上级看一看啊 签个字之类的 那美国人的做事风格呢多出来的活呢 能不干我肯定是不干的 那之前呢我在网上看到过有一对老夫妇 他们是申请了三次延期 然后呢都通过了 只是呢不打算申请第四次了 那现在呢 那像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呢 申请二次或者三次延期呢 也变得更普遍了一点 所以只要说明情况 我想呢还是有很大概率的通过的 那么关于二次延期或者多次延期之后啊 是否会影响你下一次入境的问题 那我也做了些许研究 得出的结论呢 是至少要在半年以后入境 因为这是这个正常的这个旅行签证的基本规定 比如你一年呢停留在美国的时间 不能超过180天 那最好的话呢 就是间隔的时间呢再稍微长一点 那如果允许的话 比如说一年左右 而且再次入境的时候呢 最好带上你之前的这些申请 以及这些批复的这个手续 以防止入境的时候呢 被盘问 这样呢 你就直接拿出你这些审批的这个文件和证据 说明了当时的身份的这个合法性 好了 这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呢 对你能够有所帮助